在印度洋航行的英國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爆發新型肺炎疫情 伊麗莎白女王號正是展開為期7個月的全球部署行動 在例行檢測,近100個船員對病毒檢測呈陽性 同行軍艦也有船員確診 國防大臣說疫情已經控制 南商正是採取防疫措施,包括戴口罩,保持社交距離 航母群會繼續執行任務,部署不會受影響 伊麗莎白女王號同徐行軍艦有約3,700人 官方說全體船員都已經打完兩劑新型肺炎疫苗 有報導說船員是在上個月底停靠塞浦路斯之後受感染 航母群5月底出發前往印度、日本、南韓和新加坡 期間會經過南海